南投市区停车问题一直是民众在意的焦点 为了改善车位不足的状况 县长林明珍今天在县议会县政总质询中表示 将在南投县立体育场 康寿国校运动场规划地下停车场的可行性 并向中央争取前瞻计划建设补助经费 改善南投市区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议会今天持续召开先政总质询 议员张家哲针对南投市内停车场缺乏问题提出质询 其他先普方面能够寻找适合用地 新建停车场 以提供到南投来旅游的游客 或者是南投市的居民可以使用 林信长表示 南投市区目前无足够的停车空间 供居民引来自外地的游客停车消费 新建停车场确实有迫切必要 现仅有三合停车场提供设位 鉴于体育场周围餐厅领地 每天运动的民众也非常多 在临近共有地不足的情况下 将规划在体育场宣定地下停车场 现在我们比较热闹的地区 像我们南投市中心 现在实在是没有什么停车场 可以让我们来的这些观光客 或是住用的 交车或是到市中心要来消费的 都没有一个停车场让他们来使用 这是非常缺乏的 那么南投市三合大牌过去 兴建之后 大家感觉到停车非常的方便 由于市中心方面 像我们的民主路 在那个市中心 我们就想利用 这个三合大牌 在清水那一段 靠近那个市场 那么我想这个 可以把它加盖起来 来兴建这个停车场 给我们市民来使用 我想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我们县政府 积极地要来筹筹兽兴建 现在因为这个大牌 要兴建 这个停车场 是要经过我们县督委会 同意之后才能够兴建 我们已经陆续提两次 县督委会来审议 因为审议中间 也有一些委员还有一些意见 所以我们要 趕快的把租料补齐 让这些认识委员了解之后 让他们来同意 让我们县政府来兴建 水沟加盖这个停车场 那么另外我们市中心方面 如果能够找到我们的这个公有地 像康舍国小的 他的运动场也是可以来 兼建地下停车场 那么我们体育场 也是可以来兴建 这个地下停车场 我想因为体育场是比较适合 尤其体育场这边 这个比较接近商业中心 尤其像那个餐厅 都在体育场的周边 如果能够兴建地下停车场的话 那一定是给我们要来吃的 要来市中心来停车的 甚至我们体育场要办活动 才有足够空间来提供给我们 来这边让他们要来办活动 或是说要到市中心去消费 才有一个足够的停车 让他们来停车 我想这个因为体育场 这个地下停车场相当的大 可能性费会比较多 但是我们现在规划 这样来激起争取 是不是前瞻性的建设 可以给我们补助 让我们在南投市 建议员江嘉哲表示 停车场问题与南投市发展息息相关 尤其南投医院 茶市场 民族路等力断 特别需要停车位置 过去积极市新建地下停车场后 成功带动积极观光 希望南投市也新建停车场 提高居民生活品质 记者陈一志南投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